今天是2015年的4月26日 曾將幸福西藏帶了一群的15位團員 一早5點鐘起床到了西安咸陽機場 我們達成U2333的飛機 從西安咸陽準備起乘往西藏拉薩 現在你所正確的話所看到的就是從西安一直往拉薩 中間翻過的整個西藏的坦布拉山 可以看到很多那些雪山的一些風貌的部分 海拔一定有超過到5000公尺才可以看到 而且昨天在下午2點鐘 有遇到整個喜馬拉雅山 也就是在尼泊爾發生一個非常嚴重的很不幸的大地震 這也是規模高達到的8.17 希望在去喜馬拉雅山所有的超市的民眾 去西安的團圓等能夠這一次去乘 能夠順利平安 我們來說現在海拔高度 接近有大概193,000多音質 時速大概就有700多公里 現在所看到的雲海 在整個飛機底下可以看到很多雲城 雲城看到白白的不是雲 那就是所謂的雪山的部分 海拔大概有接近四五千公尺的部分 等一下可以更高 可以更七八七千多公尺 但是最高的在這個主峰 八八十八的喜馬拉雅山 在翻過這個青海這邊的坦布拉山 目前是看不到的 好 好 那現在沿途的欣賞 還是給大家欣賞整個白癌的雪山 給大家欣賞這樣的風景 目前的飛機還是非常非常的平穩 可以看到整個飛機機 可以看到整個中國東方航空機的標誌 是這樣子的業質 這個部分 整個機套這邊是B650 是我們機型 乘坐的是 波音A319機型 那位置呢 目前可以看的就是三個三個的部分 這支配機 這個叫狂聲 這支配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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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 arise 我 worked 這支配機 影片 一咬 這支配機 另一点 都是 Alfred 總配 情供 鹤 育 育